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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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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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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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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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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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好 谁知道 是 字幕志愿者 他们说 字幕志愿者 于是 我对不起 我帮你 大家 我帮你出去吗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这么快 拜拜 走了 拜拜 拜拜 二姑妈 二姑妈干吗这么快就走了 是啊 你们三个进房密谈什么呢 没什么 进房间谈已经可疑了 叔叔又低着个头 你还拿错了二姑妈那杯茶 叔叔有什么事 从事招来啊 妈咪 妈 你狡猾我不问你 叔叔 你一向不说谎了是不是 我没有说谎啊 是这样的 你二姑妈叫我拿一百万去投资 还叫我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一百万 不是吧 大哥 你真是的 一张嘴全都说了 你们不会真的想借钱给他吧 不是借 二姑妈说呢 凯凤在那间投资银行 做的职位很高啊 责任呢 当然会大一点了 他说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们 叫我们拿点钱出来交给凯凤 为我们投资 他还说呢越多越好 肯定赚钱 他帮我们 是我们帮他吧 老跟我们炫耀凯凤大客户多 赚很多钱是不是 何必找我们帮啊 而且如果他真的帮我们的话 早就到处吹了 刚才看他进来的样子 已经有问题了 一定是凯凤炒股票赔了 让我们出钱为他填债才对 不会吧 凯凤那么能干啊 不管谁帮谁了 反正那些钱放在那儿也没什么用 就当是投资了 难道亲戚有事 我们看着不管吗 妈 你别太心软了 以前我们叫他们帮 他们怎么对我们的 记恩不记仇 儿子 你千不念万不念 也要记住成家 收留我们母子俩吗 这句话你说了很多次了 总之你要问我的意见呢 我一定不接的 但是我知道你们不会听我的 姚子 清洁大神早上来后巷倒垃圾 发现死者梁思敏倒窝在巷子里 当时巷子没其他人 谢谢师兄 有所 死者的钱包 他应该窒息致死 凶手还是个熟人 没错 根据初步检查 死者的鼻子和口腔都要瘀血 极有可能是窒息致死 死了大概十个小时左右 我回去解剖完之后 再给你一个详细报告 谢谢你 多特利 不客气 你没检查过尸体 也没掰开嘴看过 你为什么肯定 死者是窒息致死 而且凶手是熟人 很简单 他根本没有表面伤痕 所以应该是窒息致死 你看他的高跟鞋 一点磨损都没有 就是说他不是被人硬拉来这里 他长得这么漂亮 但是没被人性侵犯 还有 你看他的手表和那手链 加起来应该有十几万 而且钱财也没有损失 应该是熟人做 神探就是神探 未不先知 他拍马屁的话你别听啊 至于我的推论 对还是不对 破案才知道 这间就是思敏的办公室 我们想看看死者的遗物 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们随时找我 谢谢 怎么样 看到些什么 去工厂看板买材料开会 死者被杀那天做的事 跟经理刚才说的一样 没其他东西 一般女孩的办公室 有点花摆设很正常 我跟她的同事谈谈 姚瑟的推论没错 法医解剖之后 发现死者的蛇骨没折断 所以并不是被人勒死 但是死者的肺部肿砸 估计是被人捂住口鼻 导致窒息而死 看到身上穿了衣服就知道 他死亡的时间 应该是海皮哈巴之后 没错 应该是在10月30号晚上 就是发现尸体之前的一晚 大约10点到12点左右 法医还在死者的肢戒里 发现了不属于死者的皮肤组织 就是说 那个死者跟凶手 很有可能纠缠过 甚至抓过那个凶手 暂时还不能肯定 因为那些皮肤组织 还不知道是谁的 而在凶案现场 发现了几个鞋印 但是暂时还没能证实 与这宗案件有关 死者的背景呢 死者梁思敏 安妮 26岁 大学毕业 她的妈妈是个寡妇 去年病死了 她很少跟亲戚联络 没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这个案子 应该从死者的公司入手 因为我向她的同事了解过 死者半年前 进入浦浦高成衣集团 在采购部做主任 由于长得漂亮 好几位男同事都追过她 但是两个月前她报警 说被一些短信捅托 这些是她的短信 有问题的画上了 8月9号 你对我若急若离 令我很痛苦 12号 我在楼下等了你一晚 你去哪儿了 跟哪个男人在一起 15号 你不要玩弄感情 你玩不起 我得不到你 没人得到你 你这么无情 不得好死 先是收到电话骚扰 跟着就收到这些毁容玩偶 送毁容玩偶 就是恐吓降毁死者容 漂亮有罪啊 因为长得漂亮而死 那死得太无辜了 看事情不能这么简单 你是说死者 不是因为长得漂亮而死的 漂亮可能是个诱因 我观察过死者的遗物 发现他的字体很大 代表他为人很有自信 勇于表现 他的笔画很有力 灵脚分明 就是说他为人 很主观霸道 报复心重 占有欲强 而他的办公桌 放得很突出 又接近门口 表示他很进取 很刚强 他办公桌上摆设 却很柔和 这显示这个人的性格 矛盾极端 反复无常 他这种性格 可能是导致他 被人杀害的原因 所以大家在调查过程 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 这只是推论 没错 调查大部分人 由推论做基础 任何可以帮助 这宗案子的推论 我们都不可以忽视 照姚瑟这么说 案发当晚朝涨朝退 月圆月缺 还有苍蝇飞过也要查 你说得没错啊 根据调查报告 月圆之夜犯罪率特别高 食肉苍蝇 会在受害者死了之后 几小时出现 也可以帮我们 推断出死亡的时间 既然这样 既然这样 我们马上跟进 恐吓那条线盲 跟我出来 卢文静先生 请问你跟梁思敏 是什么关系 同事啊 熟不熟 不太熟 说谎话没什么好处 我没说谎话 但是你的同事跟我说过 你追过女死者 约过她 还一起逛过街 是啊 我是喜欢过思敏 不过她很快就拒绝我了 那你又熟不熟 我喜欢过她 不代表我跟她很熟啊 这个女人是假扮清高 后来根本不理我了 就是求爱未遂 怀恨在心 所以杀了她 阿三 别乱冤枉人 我也懂法律的 你再这么说 我就要求找律师 她怕得用律师来压我们 百明心里有鬼 但是凶手 不是她 别乱冤枉人啊 我也懂法律的 你再这么说 我就要求找律师 她口供前后矛盾 不肯合作又谎话联拼 又有杀人动机 你为什么说她不是凶手 她回答你问题的时候 除了回避你的视线 她的肩膀还不自觉地动了一动 这是代表她在说谎 她想逃避你的问题 但是当你说她是凶手的时候 她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 竟然松了一口气 如果她真是凶手的话 她不应该有这种松弛的反应 我肯定她最多是隐瞒了 自己发过滋饶短讯 和系那个毁容玩偶 去恐吓女死者 姚色你觉不觉得有点矛盾 你那么肯定 她不是杀女死者的凶手 但是你有肯定 她恐吓过女死者 这很简单 根据医学报告 人的下巴以下 喉咙以上 有很多神经末梢 摸摸这里 可以降低血压 减慢心跳 令人平静一点 当一个人紧张 或者有压力的时候 不自觉会摸摸脖子 摸摸这里 安抚自己 那还有这里 她双脚绕着仪腿 是因为她受到高度压力 想把自己的身体隐藏 跟敌人拉开距离 这个卢文健 如果她不是隐藏了什么的话 她没有必要有这个反应 既然她没有杀人 她只是恐吓了死者 那她有什么要隐瞒 厉害啊 既有人体结构 又有心理研究 姚色 你说得太对了 不过什么神经末梢啊 什么仪腿理论 我真听不明白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理论 我带你去证实一下 陆文健 我知道你没有杀过梁思敏 我也知道你是有事隐瞒 我有什么隐瞒了 你发恐吓短讯 和记完偶给梁思敏 神经病 我怎么会做这么无聊的事 你刚才摸下巴 还有你双脚绕着一腿 这个动作表示你很不安 和你有事隐瞒 我没有啊 有 你觉得梁思敏有事瞒着你 于是你就问他 为什么对你若急若离 使你那么痛苦 所以你在八月十二号早上六点十一分 在他楼下等了很久 于是你发了个短讯 问他在哪里 跟哪个男人在一起 在八月十五号零点三十八分 你发个短讯给他说 不要再玩弄感情 他是玩不起的 又在八月二十八号晚上十二点整 你又发了短讯给他 说他太无情 会在后巷掐死他 没有啊 我只是咒他不得好死啊 就是承认那些恐吓短讯 是你一发的了 你们根本就是在坑我 你不走运 我们姚思是有名的超级电脑 不会记错的 还是老实说吧 我只发过短讯和毁容玩偶 给思敏想吓唬他吗 我也不想的 当初是他先挑逗我的 等我追他的时候 他又放我鸽子 摆明了就是耍我嘛 我就想吓卸他 报复他咯 我真的没有杀人啊 四儿 我给你放了他 不是吧 他说没有就没有 你放了他 阿溪 你把你手去 是 四儿 谢谢你 事情什么事啊 麻烦你师兄 别动 帮帮忙 帮帮忙 小心你的热狗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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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谢谢你啊 恩哥 谢谢 谢谢 我真的要谢谢你了 新买的 喂 先坐下 我有事问你 什么事 你今天去哪儿了 上班 下班 回家吃饭呢 我今天在警察局 看见个女孩子的背影很像你 大哥 我这种模特儿身材 很多美女的背影都像我 有什么奇怪啊 我今天看见那个美女 穿蓝色套装 白色高跟鞋 她还拿着那个 逼我花钱帮她买的包包 如果我翻你的箱子 会不会找到证物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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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赢了 超级电脑 你的记忆力这么厉害 什么时候教我啊 你不用企图 或者意图分散我的注意力 你去警察局干什么 我都说我在大公司的传讯部 做个小公关了 他们派我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了 碰巧他们又派我去你们的警局那儿 你就是说那是公司叫你去警局 你这个借口倒挺新鲜的 你以为骗得了我吗 我哪有啊 我也是因为你们不喜欢我做警察 才做了公关的 你还怀疑我 你不是想当警察 今天到警察局做贼心虚 找人掩护你 你还想当警察是不是 不是啊 想当警察 哎呀 贝儿 你又想考警察 赵康啊 不得了了 你女儿啊 她又想去考警察 不是吧 你不是答应了 不是啊 爹地 你别听他们两个人胡说了 我说了 我们公司跟警署合办灭罪秀 我有份负责吗 碰巧公司又派我去大哥任职的警局开会 所以大哥就看见我了 哎呀 吓死我了 总而言之呢 你不考警察 你做什么都行 我这么明白为什么 你从小到大都黏制大哥 总之他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现在做公关挺好的啊 穿漂亮衣服 人又斯文 最起码是不让我们提心吊胆嘛 大伯父跟三姑妈呢 最不赞成你当警察了 你们有双重标准的 以前大哥说要考警察 三姑妈多支持啊 你不一样啊 你是个女孩子吗 三姑妈知道你大哥体能又好 推理又棒 才赞成他做警察的 我也行啊 当然不是了 他不想妹妹当警察 是怕他危险 想我当警察呢 因为他认定了 喂 好难不当差嘛 三姑妈呀 免礼真是出名的 一不小心啊 扎得满手都是血 如果被他扎两针就可以当警察 我愿意哦 你有没有跟梁思敏拍拖啊 我没有跟他拍拖 何永光先生 你跟死者都在普普高的采购部做事 我们在你的网站里找到这张照片 是你们部门去烧烤的时候拍的 姚思儿一看完照片 就说这个人是谋杀案的关键人物 这家伙是关键人物 难道是凶手 追过死者就是凶手 之前那个卢文健不止追过 还恐吓过呢 又放他走 关大压死人 我看他有多了不起 有照片为证 要有这么多同事看到你们这么亲密 你怎么能够否认跟他没拍过拖呢 不过我看得出来 女死者抱着你的时候 他很不放松 他用手臂隔开你们两个 他表面上好像很喜欢你 但是他对你有所保留 女死者根本不喜欢你 为什么你对女死者有不屑和敌意的表情 的确有点奇怪 你们一定不止拍了一张照片 但是他偏偏找一张焦距不准地放上我 表面上他跟你很亲密 但其实他并不喜欢你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利用我 他怎么利用你 当初思敏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想追他 但是被拒绝了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他经常含情默默地对着我笑 经常发钱短讯给我 并且暗示我再追他 那我就大胆追他了 可是他这人很奇怪 在公司的时候就缠着我 一离开公司又对我很冷淡 最后还是提出分手 问他为什么呢 他竟然说有始至终就没喜欢过我 其实他根本是在耍我 把我当小丑一样 耍得我几乎快疯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这么做什么目的 他不肯说 其实只要我清醒一点 就会发现他在利用我 不记得那次在公司的周年晚会上 各位同事 跟着要做的比赛是运转乾坤水为彩 我好大事的 喂 你现在要去玩 而且一定要赢 那么无聊 别玩了 一定要玩啊 记不记得你说过 什么都肯为我做啊 我不管啊 你现在什么时候不玩啊 那我找别人陪我玩 不要我玩我玩 你别生气 莫听你的嘛 der eight i can't bow 你们大哥 bei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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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ыт 步�ا啊 你没事吧 没事 出去啊 合 ities 下次 绸辞了 begins 让我买满 他那么做应该是想弃卢文剑 你们注意啊 如果女死者这么做 是想刺激另一个人的话 她的视线应该是看着那个人 但是 她现在并不是看着卢文剑 女死者的视线是看着台上 她好像看着那个司仪 没错 女死者的视线 的确是看着那个司仪 为什么她笑得那么怪呢 这个司仪她笑起来紧闭双唇 这种笑在心理学上叫做 cool smart 是宁笑 也就是带着怒气的冷笑 就是有点生气的笑 台下玩游戏还看见何永光摔在地下 像水鸭子似的 她应该开心才对啊 是啊 她身为司仪更应该带动现场的气氛 她到底气什么呢 你要问她才知道 林先生他们是警察 西九龙重案组 你们找我是不是 有些关于死者梁思敏的事 想问问你 你先出去吧 几位随便坐 梁小姐的不信 我们部门也听说过 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来问我呢 例行调查 想请问林先生 你跟死者熟不熟 接触多不多 我们财务部跟采购部 经常会有些例会要开 但是我多数跟他们经理直接沟通的 那你认不认识死者啊 我跟梁小姐很少接触 可以说跟她根本不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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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被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你看看 让让让让让 让开啊 这有什么兴奋的 死者跟林薇生计 没有眼神又没有接触 齐儿 姚瑟叫我们记下 他们一起出现过的片段吗 我看闭路电视录影带 八个钟头了 终于第一次看见他们在一起 还不值得高兴啊 开心也对 真的好 看了眼都花了 都没发现 女士 女士 要我们记下这些干什么呢 不知道 姚瑟这么说一定有她的道理 继续吧 上有正策 下有对策 快要快看 慢要慢看吧 是 神经病 八倍十六倍嘛 不要啊 小心被姚瑟看到不好啊 还是八倍好啊 你别管我嘛 什么八倍啊 姚瑟 你们用八倍快速搜画看袋子 谁验你这么快啊 用两倍看 姚瑟 怎么样 其实他们不是存心偷懒的 大家看了一天袋子 的确是累了 我知道你叫我们看袋子 一定会有你的原因 不过我们手上还有很多证人 和证据要跟进 况且暂时也没有证据显示 林维生有杀女死者的嫌疑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她身上呢 你也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盘问林维生的时候 她有什么反应 她有点意外 不过她说的话也很合理 答问题的时候也很肯定 也没有姚瑟所说的 一般人说谎话的时候 会出现的细微动作啊 但你还记不记得 当我问她跟女死者熟不熟的时候 她又有什么反应啊 克林顿跟白宫见习生 莱温斯基有染 克林顿当着全世界 在电视机里说 她说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e woman Ms. Lewinsky 我跟莱温斯基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她的眼神跟手指的方向完全不一致 就好像刚才林维生那样 我跟梁小姐很少接触 可以说跟她完全不熟 这个就是林维生说谎话的动作 一个人如果说的是事实 她的眼神和手指的方向应该是一致 所以我肯定林维生 跟死者之间一定有秘密 姚蒜 你在这儿 你怎么会来啊 哦 知道你跟大家做得辛苦 所以特地慰劳一下吗 哈喽大家好 辛苦了 吃点东西吧 哇 这么多吃的 吃东西 哇热狗啊我喜欢 热狗又是你 你认识啊 谁认识它 上次就是你的热狗弄我一身茄脂 弄脏你啊 师兄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什么啊 行了 还小气嘛 不好意思啊 哈喽 麦尹西啊 人称西九龙黄聪泽就是我了 西西 你好 你叫我贝儿就行了 哇 你 你的手这么滑啊 谢谢 谢谢 快吃东西吧 好好 各位兄弟姐妹多多指教 我是杨瑟的妹妹 我大哥一定又做些变态的事 辛苦大家了 其实他在家也这样的 反复不停地看这些 但是呢 又不是看什么美女帅哥 他只喜欢看人的表情 有时候那连动物都不放过 所以大家千万别见怪 这顿呢 记他的账 如果不够的话就再买 是啊 大家吃东西啊 大家看片子 看到些什么 又什么 两个不认识的人坐电梯了 他们不只认识 而且还很熟 在迷惑里拆穿 看着谁在满天 最终发天 故事虚拙磨 预计发展 虚伪灭幕 无论装得再好 心中还是有数 方话就是 无论演得再好 总终到你的路 这样用力逃避 一种眼神奇 实你已败路 不靠着情报 我多可看多 假若罪行 谁在掩饰也好 心中还是有数 不靠着情报 不靠着情报 你心虚 我知道 不靠近 Leg være 不靠近 那你走 你走